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事实上却是这样的 这哪里是秀女 简直就是未成年的宝宝 难怪连都皇上开始吐槽 这间风这么大 她站着应该挺费劲的吧 这一日是要吃午餐吗 这每天是顶着酱油晒太阳的吧 演习攻略第一集十三分二十六秒 把皇上说的话都剪辑到一块 用回忆总想哭 一个人太孤单的背景 乐剪辑十秒皇上的画面 那些OS 这秀女咋都这样 如意传里的嫔妃 那是一个比一个美 气质容貌都是一等一的好 都走在一起那简直就是百花齐放 花团锦簇好 用我怎么那么好看 打开后宫嫔妃十秒的画面 如意传第二十九集二十分十一秒 但历史上却都是这样 没有了美颜和滤镜 简直比卸妆还可怕 剪辑一段皇上的画面 用回忆总想哭 一个人太孤独BGM打开 香妃娘你出场是这样的 浑身一香 不仅乾隆没只倾倒 宫里的哥哥也特别喜欢他 随便跳一跳舞还能招蓝蝴蝶 那颜值说是国色天香也不为过 大猪提子见第一眼就爱上他 环珠格二 第十一集 用哦哦哦 喜欢你 喜欢你 的音乐剪一下香妃招蝴蝶十秒的画面 再不计顺品娘的跳舞招不来蝴蝶 那颜值至少也是这种级别的 冷艳魅惑 宫里上到太后 下到宫里人人都喜欢他 用卡路里 磨镜磨镜看看我 我的锁骨在哪 美丽我要 美丽我要变成万人米 剪辑顺品十秒的画面 沿喜攻略第六十二集六分二十七秒 而现实中相飞和顺品的原形容飞 看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外国人啊 一点也没有电视剧中的 美严迷人 哭 M 加一段送小宝说的小品 雨露均沾 皇上就宠我的那个 用回忆总想哭 一个人太孤单的背景音乐 剪辑十秒皇上的画面 内心OS 这种飞咋都这样 比如乾隆的钦马环环 言清实是这样的 清秀可人 兵姬玉骨 颜值自然是没得说 甄嬛传第二集两分三十四秒 用美打开甄嬛的十秒画面 歌词 你这么美 你这么美美美美美美 后期环环当上太后 眼神凌厉 心机深沉 皇上身边的嫔妃 没几个不是她的人 连如意都得听她的 用仰打开太后十秒的画面 歌词 来的 快活的 反正又大把时光 第四集二十六分十三秒 可现实中的缓缓 丝毫没有那股狠劲 简直就是一个没清目秀的奶奶 用回忆总想哭 一个人太孤单的背景音乐 剪辑十秒皇上的画面 内心OS 这还是我的亲妈妈 你以为是哥哥都是和小燕子子威一样 天真活泼 诗词哥父样样精通 虽然时不时调皮捣蛋 但是美貌天天再现 玩诸哥哥 用我们一起学猫叫 打开小燕子十秒的画面 或者是陪伴在娘亲身边 给娘亲姐姐们 至少长得好看的人 红起人来也容易些 如意传第三十四集二十八分零五秒 用坠落星球打开景色十秒的画面 歌词摘下星星给你 摘下月蓝给你 你要的全都给你 但历史中 记录但最后一位清朝哥哥 那言识真的是惨不忍睹 都可以说是公主的奶奶了 这去了电视中的滤镜 简直比卸妆还可怕 用回忆总想哭一个人 太孤单的背景音乐 剪辑十秒皇上的画面 内心 这还是我亲闺女吗 都说后宫家里三千人 正确想去自杀 你以为皇帝拥有一堆非评很爽 其实皇帝心里也很崩溃 用你伤害了我 还一笑而过都背景音乐 剪辑十秒皇上都画面看到没有美颜 毕竟网红脸加持的后宫嫔妃中 那是隔壁小孩都吓哭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